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经常有朋友咨询我这样那样的问题 有一些问题说实话 我真的没办法去一一的回答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练习时间 所以不好对这些问题做出我判断 大家要知道练琴时间和进步的速度肯定是成正比的 你不要妄想着掌握所谓的什么秘诀 就会怎样怎样 因为没有秘诀 正确的练习方法就是秘诀 只有按照正确的道路一步一步扎实的走 你才能达到心目中的预期 有一些朋友总是好像关注着某些手型 或者是这样那样的方法 这些什么的 就是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练习的时间 要知道科学的技巧和经验 都是前人做了大量的练习才慢慢总结出来的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技巧的进步都需要时间的积累 如果是说你认为或者某一个技巧 你理解了以后就会掌握 这完全是一种幻想 理解了是一回事 掌握就需要大量的时间练习了 不是像武侠小说里面那样 遇到某个偶然的契机 或者是什么武功秘籍 你马上就会成为高手的 这样是不可能的 作为职业乐手或者是音乐系专业的学生来说 你一天练琴七八个小时那是常识 这一点都不稀奇 但是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者 不多说了 你至少一天半个小时是要有的 这样多多益善 朋友们工作学习忙 没时间练琴 就是说你既然选择了这个爱好 你就要挤时间 要舍弃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比如说打游戏 刷手机 看电视 这些用来练琴 平时没时间 只有周末或者某个特定的时间 挤在一起练 其实这样也可以 总比没有练好吧 但是说一般的建议都是尽量每天练习 因为很多练习都是肌肉记忆 每天练的效果好 那些高手大师们都是在背后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才能达到某个程度 所以说我苦口婆心的就是说奉劝这些吉他爱好者们 真的真的真的要多练习 就要想人前想贵 必先人后受罪 每天至少保持30到60分钟的练习 这个是必须的 谢谢大家